绿灯一辆,车辆从仁二路右转到爱三路 马上遇到在东岸商场前面的这个斑马线 于是车辆就停下来等待行人通过 虽然行人走过了之后,车辆可以往前走 但多数车辆为了避免产生争议 会持续停等在斑马线前面 也因此容易造成后方的车辆回堵 市议员郑文婷接获地方反映这个状况 邀请交通处跟当地里长前往会刊 共商解决办法 一些小小的意见,我是说 如果说红灯的话,也可以设着右转 仁后路这边可以右转到爱三路 直接到邮局那边,疏散这个车辆 我们这边是希望交通处这边 能够研绎行人早开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让行人先通过人行道 那右转的车辆来到人行道的时候 行人已经减少或者是已经没有行人的状况 再通行 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当然里长建议的方式也很好 只是说因为我们仁二路的路幅不够宽 你要在红灯的时候有一个绿灯右转的一个号置 你必须要多一线让右转的车专用 那这个部分路幅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理论上就是右转遇到行人 里让完行人之后就可以继续通行 那目前的状况就是 大部分右转的车辆看到 右转之后看到灯号还是红灯 里让完行人之后还是不敢通行 但是依照法定上 其实是里让完行人之后是可以通过的 那目前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总统这边就是研议看能不能用行人 找开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争议路口 连在地人都不太清楚该怎么走 市议员郑文庭表示 透过会刊集思广益 找出改善的方法 希望能兼顾到行人通行 也让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